新鋼鋼實施之後的第一屆大學學測 考生的違規劍數創新高 又多達七千零五件 新型學測新增混合題型 強調素養入題 少部分考生卡關不想寫了 乾脆畫畫 哆啦A夢比薩 寫塔出現在答題卷 我們就依照違規處理辦法 第十四條扣卷 一級分 三百七十三件 做任何與答案 無關的文字符號 五件在券上顯示自己身份的扣 該科一級分 大考中心統計 今年考區提報違規前三名 是未帶有效證件 映示 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 和考試開始攜帶手機 或不可吸入的物品 至於考服處提報的五千 七百七十四件違規案 未在確認後考生簽名 藍簽名 有五千七百六十六 券次 佔六十八萬 總券次的百分之零點八四 大考中心強調一百零九學年起 就有在宣導倡議心智 建議扣減該科一級分 有考委替考生求情 憂心社會炸鍋 也有考委認為應依簡章處理 大考中心考委會最後決議 若考生沒在簽提卷確認後考生簽名 藍以正凱簽名扣該科一級分 而確認不同違規扣減級分後 學策成績和各科 的目標將在三月一號揭曉 紀人小惠沈志明 臺北報導